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 大新德天瀑布 作为广西之序 位于广西大新远境内的德天跨国瀑布 是远近文明的山水画廊 瀑布宽大概200多米 高大概60米 呈三级跌落壮 就好像一串串闪耀在山链之中的珍珠颈链 又好像一幅幅掛在崖前的素卷 呈现出一片白色光彩夺目 德天跨国大瀑布 起源于广西静西远桂春河 这条河是岭南的母亲河 也就是珠江的源头之一 中年都有水 流入越南后又会扔个弯 流回到广西 经过大新远 德天村会出现断崖 从广西越南接用地 高浦汤岛上飞射而下一波三折 形成三级跌落水势激荡的瀑布 无论远观还是近看 都令人叹为观止 瀑布是会随着四季变化的 水色和意境都各不相同 在春天的时候 木棉盛开 青山绿水 红棉点缀 飞卜轻快 水珠晶瑩 夏天的时候 河水涂涨 激流盘船 冲冲而下 空气湿润 秋天的时候 四围金黄 瀑布宽畅 碧水清流 心旷神移 而到了冬天 流水即售 多鼓飞洒 交汇而下 心境清高 德天瀑布的形成是很独特的 独特在于 广西的德天瀑布 与越南的坂若瀑布 互相连接 成为一体 横跨广西与越南两地 就好像一对首牵手的亲密姊妹 德天瀑布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 亦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跨国瀑布 瀑布最阔的地方达到200多米 中心六十多米 落差有七十多米 年均流量达到每秒五十那方米 它的水量是著名瀑布 黄果树大瀑布的三倍 所在地的地质是厚层壮百云岩 浓郁的边关风情 和五百里画廊 为世人展开一幅又一幅 宁静抒情的岭南风情画 2005年 德天瀑布被中国国家地理雜誌 评为最美丽的瀑布 不过计我说 德天瀑布 靓就靓在它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瀑布的呈现不是单一的流动 而是重重叠叠 高低变幻 错落幼稚 和水流量大势不一的立体构成 放眼望去 山崖上有几十股水流形态各异 有些是直线 有些是曲线 甚至乎有些是抛物线 翻滚不适 直入深潭 够了层次感 在德天瀑布这里 看得摸得行得 德天瀑布周围的环境 凉田平酬土地肥沃 庄教贸性色彩丰富 加上线条简结的游船 细足栏杆的木桥 往来归月两边的居民 一同形成了一幅 征扎无比的图画 你既可以在瀑布的上面观光 亦都可以在瀑布的下面欣赏 亦都可以坐在祝佛上面 欣赏特色歌舞 游言自在感沉浸在和諧宁静的美丽风光之中 水流的倾射造成了巨大的渤墓 令到整个景区的空气 长年都保持着新鲜清爽 另外景区的森林覆盖率去到87% 负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尼米1.7万个 而一般城市的负离子含量 通常只得每立方尼米2,000多个 所以来到德天瀑布 可以令人感到零射轻松舒畅 是身心真正放松的好去处 沿着德天瀑布的上游行没多久 就有一块树碑在 上面清楚写着广西界几个字 这个就是贵越边境上第53号戒碑 戒碑在石虫之中不是很显眼 但是透过它 我们就可以区分到广西和越南的边界 而这块碑是清政府在1896年所立的 虽然说有个边界在 但是边界两边的居民在民风民族上是极为相似的 甚至乎连语言都是相通的 而且长期以来 在边界的附近都有一个自发而成的贸易市场 我们在这个地方拿着人民币和越南盾都是可以通用的 在不同的摊位上 越南人卖的多数都是越南出产的椰子糖 凉茶、咖啡、糕点、香烟等特产 而且还有法国香水 而广西人卖的多数都是广西的各类特色小商品 那些摊住都很热情和游客介绍的商品 真是很难分辨它们是属于哪个地方的人 但是就真切地演绎着两地人民的友好画面 一起来到德天瀑布 观赏大自然的奇妙馈阵 倾听着天类般的流水星 感受着和平和友好的珍贵 接下来就是门票和开放时间资讯 开放时间是每天的早上8点至5点 不过要注意的是临近收工的时间 边房人员就会来强制清场 成人每位票价是80元 而身高低于120公分的小朋友便免费 公园项目水上触罚 和票价是没关系的 要另外购买 而且不管什么人都好 每位成为30元 这里有个小小的建议 每年的7月到11月份 是游览德天瀑布的最佳时机 这段时间是进入江雨季节 所以水量较多水质清澈 是欣赏瀑布漫马奔騰的最佳时机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